新加坡 新加坡 這是我 第一次 到新加坡 做演唱會 春蒙觀撞了各位 終於等到你了 我不知道在新加坡有這麼多朋友聽我的歌 你可紅啊 very surprising 事情是這樣的 我這一圈呢 是從溫哥華到多倫多 到 和賽 然後後來再 反正到盛和賽 然後再到 洛杉磯賽到這邊的 其實連著演 九天演四場 連著演一點都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沒想到它是有時差的 我發現我們整個樂隊包括我 因為你想啊 九天演四場在包括時差的話 你基本上一天趕入一天彩排 馬上就要開始 到一個地方就彩排點 到一個地方 但是你從同時還兼具著時差 我的鼓手和我的K不多近 就已經 困得已經 困得沒辦法了還在堅持 然後 到新加坡車站的時候 飛機要坐十七個小時 再加上時差的話 就是兩天 然後那天我已經困得沒有辦法了 我在飛機上馬 然後就準備要去睡覺 然後突然間 這是個笑話 這樣做 然後我就突然間 我就說 吃東西吧 就是他問我要不要吃東西 空姐很漂亮 說你要不要吃東西 我說要都要的 我點了個飯以後 到他拿上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table是壞的 配合是不能放上來的 他就這麼竖著的 然後我說 那這個怎麼辦呢 然後他就跟我說 沒關係沒關係 你換到前面那個空座位去吃飯就可以了 我說好的好的 然後我就換過去了 換過去準備吃飯 然後旁邊一個老外就看著我 我吃完飯就回去了 他以為我是來蹭座位的 來蹭飯的 從後面跑到前面來蹭飯的 然後我吃完這座位回去 那我想這件事情 就到此為止結束了嗎 你知道嗎 新加坡狂風真的是好 那你說table換了 他叫我換個位置 我說我自己隨便吃個飯再做回來 是我自己自願的嗎 嗯 對不對 跟他沒有關係的 結果你知道他怎樣 我就睡覺睡下去了 他把我拍寫 他把我拍寫 我說我怎麼沒見過 我睡覺的時候會被拍寫 他跟我講說 不好意思 因為你的剛剛table壞掉了 所以呢 我們賠你三百新幣 你可以在一起賬買東西 我覺得這個就厲害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你說table換了 你讓我換一個位置 是OK的 對吧 那我換到那邊去以後 我不換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懶得換了 可是問你請人家 還給我三百新幣 很多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特別好 特別好 我當時就說 我覺得我心意領了 你們這麼做我 特別特別感謝你們 但是這個東西呢 我就不用了 我說我也沒什麼要來 飛機上的那個冊子裡面 你可以隨便買一些東西 我說不用了不用了 我經紀人在旁邊 你不要 我要 拿過來就買 經紀人 那我要這個有沒有 沒有 那我要這個可能 也沒有 那這個呢 沒有 請問你有什麼呢 我有的就只有這兩個 那好的 就是買這兩個 那這兩個還要再貼一點 這個很尷尬 當時我就困得不行 我說OKOK 都OK 我就睡覺睡下去了 你知道嗎 然後睡到早上 因為那個飛機嘛 我大概睡了 大概有三四個小時 我就終於可以睡著一會兒 結果過一會兒 她又把我瞧著 我跟她說 要不要吃早飯 我說不用了 我說不用了不用了 後來再被她拍完以後 我就再也醒不了了 我就去看那個電影 但看電影的時候 我還是很困 因為時尚的問題 我們整個班上來 很多都是我們的功能 就很困很困 我好不容易看一個電影 快睡著的時候 就這樣 她 喝水 整個氣氛真的好尷尬 但是我覺得做生意 這點特別好 對吧 新加坡航空這點 真的是很棒 不是她的事情 她還陪我進 真的特別棒 好吧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一上來 就聽了一個這麼強的笑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接下來 可以 繼續 謝謝你們 嗨